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九百三十八集 试探三花寺 文人欠柔反而一愣笑容浅浅 据说佛图宝塔 曾经是佛门用来供奉舍利子 高宗作画遗留今生之所 佛心浓厚 他每一甲子开启一次 有猿人若是进入其中 可以得到宝物 佛门有这么好心 许清安陈寅 那目的呢 文人欠柔有问必答 相传 但凡在佛图塔里得到宝物的人 最后都皈依了佛门 对了 前阵子 确实有人说 佛图塔金光大作 传出阵阵龙吟 三花寺对外解释是 佛图塔功德圆满 才会生出异象 明白了 毕甲子开启一次 正是目的是在为佛门度化有缘人 功德圆满 大风的龙器什么时候变成你们佛门的功德圆满 摆明了是想独吞龙器 许清安沉思之后问道 三花寺在何处 距离雷州城可近 快马加鞭 明日就能到 许清安缓缓点头 看向天宗圣子 我想先去刺探一下情报 徐谦来雷州 果然是为了佛图塔 目的一点也不单纯 李灵素对于这个事 半点都不奇怪 在徐谦说出一路向西时 李灵素已经猜出细节 你陪我一起过去 见内留在文人府 徐谦不冲 啊 好 天宗圣子看了一眼 文人欠揉 沉声说道 没问题 义不容辞 今天圣经算是保住了 文人欠揉 果然是知书达理的 非但不生气 反而体贴地说道 李狼稍等 恶请 他捧着一个黑木盒子出来 打开盖子 里面躺着一把 家常版的火冲 三花寺的和尚 跋扈惯了 你现在修为被封 把这个带上 陈家放心些 这把火冲 是我爹耗费重金买的法器 炼神经一下 必死无疑 至于炼神经 只要你锁定对方 就会被武者对危机的预感 提前捕捉 当天 两人变幻着装 又用盗门秘法改变容貌 骑程快马 按照地图前进 于次日黎明 抵达了清宁城 三花寺坐落在清宁城的城郊 一座叫做金光山的地方 寺庙规模极大 庙中修行的僧侣 多达两千之重 对于三花寺的和尚来说 虽身在大缝 却与西域没有区别 雷州本身就有许多西域人 常来常往 三花寺距离西域边界 也就三天的矫程 有爸爸撑腰 还怕什么朝廷呢 灭佛 雷州官府敢在佛们的眼皮子底下 灭佛吗 因此才有这么大规模的寺庙 临近金光山 遥遥望去 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大殿坐落 也应在枯枝败叶间 此外 还有连绵成片的建筑群 那是僧侣居住的院子 两人把马匹 拴在三花寺的牌坊上 也不怕被人偷 射击而上 眼见就要进入三花寺的内院 呼听上头传来争吵和怒骂声 紧接着 砰砰几声闷响 伴随着气机蹦暴的动静 几道人影从上方台阶滚落下来 这几人穿着禁装或配刀或握件 浑身上下除了武器 再没有值钱的物件 江湖人士 且是底层的江湖人士 几位兄台 没事吧 许前上前搀扶 那几名江湖人士自觉丢脸连连白手 无妨 无妨 兄台们这是 许前刚问出口 便见上方台阶冲出来一个拎扫帚的小和尚 年龄十五六岁 眼眶深陷 鼻子高挺 有着明显的西域人特征 穿青色纳衣 僧鞋 脑袋光吐吐 随涕去烦恼丝 心似乎还留在红尘里 一脸不屑的屁腻着几名江湖人士 痴笑道 凭你们几个歪瓜里 早一想进浮屠塔撞运去 连我这个扫地的小和尚都打不过 怎么不撒泡尿罩着自己 几名江湖人士面红耳赤 三伙子说过 只要是有缘人都可以进来一世的 往年不也是这般吗 小和尚昂首辟腻 冷笑不止 今年不一样 今年浮屠塔不接受有缘人 快快滚蛋 不然佛爷打得你们娘都不认识 你们这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中原人 三花寺是我们西域的三花寺 佛法精妙 是二等大凤粗笔五夫能领悟 雷舟是我们大凤的地盘 一名手臂脱臼的汉子怒斥道 小和尚扬起手中扫帚骂道 佛爷说是就是 二等不服气 上来再比划比划 这会打的你们跪地喊爹 小和尚修为不高 嘴皮子利索得很 骂人很有一套 这几个江湖人士的年纪 确实可以当小和尚的爹 但面对一个矛头小子的羞辱 却无可奈何 弃杀我爷 佛门弟子千千万 有大智慧的终究是少数 绝大部分西域佛门弟子都是这般自食甚高 徐清安不由想起了佛门斗法时的西域使团 使团算是素质很高的佛门弟子了 但静思和静晨师兄弟挑衅京城时 做擂台挑衅京城群雄时 丝毫没有犹豫 而他们做的这一切 又是渡厄罗汉受益的 西域佛门从上到下都是自食甚高的 独展西方 自诩九州之首 不同的是 修为高深的和尚 不会把这种骄傲展露出来 修行不到家的小和尚 则是上窜下跳 顶着一张平庸面孔的李灵祖醋眉 小和尚 在江湖上 太嚣张是很容易被宰的 小和尚这个年纪 最听不得威胁 煮着扫帚痴笑 佛爷的脑袋就在这里 来 有本事你就试着来砍 本圣子游历江湖多年 最喜欢你这种有骨气的孩子 李灵祖从袍子底下抽出家常版的火虫 对砖小和尚面无表情的说道 来 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 gas 订 你会谈判 欢迎订的